记者邱浩棠台南报道,台南代理市长李孟燕与台南市长参选人严纯佐今日前往夏营区玄天上帝庙参访与主任委员洪和全庙方董监事等人针对上帝庙前庙城与道路的修缮规划进行商讨会中,严也向李提出设立道教学校以及消除毒品在校园充斥的现象。 严纯佐表示,台南是全台道教庙宇最多的城市,其庙宇文化必须留存,除了硬体为户外,科仪典故,建筑,服装,艺政等相关的细节更需深入探究,保存无形的优质文化。 严也提到新营区新兴国小今年9月发表《新兴罗诈扭转乾坤新书》,这本由群体教师依照低中,高年段字编的课程已然成为道教学校的起点。 第一年级先认识太子爷的历史与文化,中年级则着重妙语的特色与建筑,高年级以电音三太子特色舞蹈,小小解说员即为电影发扬在地文化特色。 未来也可辅导学习一阵的孩子进入道教学校就读,甚至领取街头艺人证兆,接轨国际。 严存佐也提出毒品政策的见解,过去都是直接向学生宣导,但是他则要逆向思考,必须向家长和社会宣导。 如果孩子在开支、作息、功课和举动上有一状,都要注意是否染毒,他未来如果担任台南市长,也会提供验读事迹让家长自行检验, 防止孩子隐门让事态扩大,并且持续寻导校园内18岁以下的孩子,经家长同意皆可列为筛检对象。